1952年1月27日夜间 多批美军飞机在位于铁员军的支援军第42军阵地上空低空盘旋 却没有像往常一样补充头弹 此日早晨 第三季武团战士李广福 在驻地筋骨里的雪地上 发现大量苍蝇、跳蚤和蜘蛛等 死后数日 志愿军部队连续在朝鲜前方和后方多处 发现大批此类昆虫 而且都是在美军飞机经过的地区 在飞机低空盘旋后出现 每天晚上他一服从的时候 平常一服从 马上紧接着就扫射 几条人没说 那几天晚上怪了 没有声音 奇怪 有的发现了 他妈这炮弹他妈不想这么搞的来 就扑一整吧 就爆炸 结果一看呢 就是像这个牛巢手里的两半 第二天早上完了 小蛇、小老鼠、蟑螂、什么东西 这些老鼠啊 什么就来 当时 正值朝鲜一年中气温最低的季节 大批昆虫的反季节出现 情况异常 当时取证以后 取了样本化验 直接送到朝鲜人民军的维生防疫最高机构 化验结果 证实属于新运站 敌人搞那个细菌战 我一下点了半斤上汗了 发高效的 嘻嘻多嘟啊 那个雪地下面都是一片屎子 都能砍倒 老百姓都在那 我那个鹰部住 那个直播所住 那个地方 下面个老百姓 架着散口镇 都倒在床上 好像有些战士呢 得了不知道什么病 但是这个时候呢 美国的这个细菌战啊 已经开始了 后一来 有些战士牺牲了以后 插不出原因啊 像我们说说实际就债婆啊 防疫专家经过化验后 认为这些昆虫 所带有的病菌 属于祸乱 伤寒 鼠疫 回归热 四种病菌 二三月间 中国东北的釜顺 安东等地区 在美军飞机入侵后 也相继发现了 各种带军昆虫 二月二十四日 抗美援朝总会主席郭默若发表声明 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 坚决申讨并制止 美军撒布细菌罪行 三月八日 周恩来发表声明 抗议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和侵犯中国领空 三月二十九日 世界和平理事会召开会议 通过了反对细菌战 告全世界男女输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和国际科学委员会 先后派出调查团到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 调查结果证实 美军确实进行了细菌战 背负美军飞行员奎云等人对参与细菌战 供认不讳 这个他供词他们俩证明曾经投过这个细菌战 这个53年我们人民预报把这两个付了供词 在人民预报发表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断然决策 全面展开反细菌战斗争 并号召部队和人民既不恐慌也不麻痹 要坚信 以群众的防疫力量是可以战胜敌人细菌战的 防疫工作是反细菌战工作的中心 在几天时间内 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向朝鲜紧急运送了数百万份各种疫苗 与防疫用品 同时 从国内组织防疫队员 抽调专家组成检验队 防疫队 携带检验药品 器材等 前往朝鲜 由于防控及时 措施有力 中朝军队和人民很好地控制了疫情的发生和发展 而发动细菌战 使美国受到了国际社会和舆论的谴责 使自己在国际上变得更加孤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